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英港英》《港波经》 仍然都是我Tommy 今时都独力支持《港波经》 今周三十三周的联赛刚刚打完 我也看了《车路士大胜爱华顿长波》 先做《港波经》节目 今周十场波都踢完 先讲讲比数 星期六 柳加素4-0 赢热刺 奔福特2-0 赢石飞联 班尼1-1 和白礼顿 曼城5-1 大嫂努顿 森林2-2 和狼队 班尼玛夫2-2 和曼联 李博浩0-1 输给水晶宫 韦斯咸0-2 输给富咸 阿仙奴0-2 输给亚士东维拉 星期日三队主队失分 跟着一球不入 还要输了 星期一刚刚上波 就是《车路士6-0 大胜爱华顿》 一会儿就会说 我有看过几场波 跟大家做一个33周回顾 和说一说三头马 他现在 曼城稍稍稍带来了2分 形势会是怎样呢 我都会作出我自己的分析 好了 节目开始之前 我提提大家了 如果未subscribe 我们这条《港英国英》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like和share 及时收到我们节目的最新更新 事不宜迟 节目马上开始 先说星期六 六头场 热刺被柳卡索大炒4-0 差点说错了 上季热刺作客柳卡索 都被人大炒6-1 那时候 最初二十分钟 被Winbanban输了五球 最后6-1 入球的就是哈利贾尼 哈利贾尼也走完 今次被人炒4-0 两场作客 去到盛占市公园 加上被人入了十球 入了一球 上场上季 伊沙克梅开二度 今场波伊沙克 也是梅开二度 近期伊沙克的状态 已经热火了 近六场 我看看数据 近六场 伊沙克 已经入了七球 一座攻 如果在柳卡索主场 12场主场入了十二球 现在总共联赛入了十七球 一个座攻 以柳卡索 这个球员买中了 我觉得伊沙克 上季 我们讲波经的时候 也有说过 球员一直都不知道 他懂不懂得看英超 还有觉得他的身材 都好像瘦瘦 瘦弱一点 但是他又撞得下 也不是那么弱不耿风 唯独就是二双 我自己也挺喜欢球员 如果说阿仙奴 就很传过去 但是 就有点疑伤 我觉得他是一个 新高 高一点的 年轻一点的耶稣仔 但我就怕他受伤 这个球员 而且他现在入了十七球 已经追平了 他的瑞典大佬 伊巴 在英超入球纪录 有很大机会 今季 还有六场球 他有机会 破了瑞典球员 英格兰年轻球员 看看两个 哪个会入选 国家队 还是两个都入了 很难选 哥盾今场球 两个助攻 一个入球 其中一个入球 直接是吸过了 我自己很喜欢的 云达文 即是似的中坚 技术和射术都有 而且很镇定 Huskortokum 直接给了他十分 满分 其实今季里面 有七个球员 在Huskortokum 拿到十分满分 包括屈坚斯 杜古 尖士密迪晨 彭马 还有霍顿 和哥顿 七位球员 英超球员 英难球员 占了六位 非常之厉害 热刺 因为4比0大败 维拉未踢之前 已经是因为得失球 跌回第五位 踢完赛事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热刺 主动拳又没有了 今季 还有六场球 之后 还要对曼城 阿仙奴 跟着 还要对林普普 都挺难踢 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可以争上前四 跟着第二场 奔福特就二比零 赛非联 赛非联 近六场球 赛非联 赛非联 班尼领先 但又输回烏龙波 但其实 整场球 拜登 都按着 班尼来打 很多射门 但没有带射门 鞋入 烏龙波 真是 幸好 所以 一比一 就要拿回分 上回欧洲 赛非联 又有点问 在上半板 保持住 拜登 班尼这一分 主场 又帮他不太多 我觉得 1比1 奴利收场也挺好 接着就是 曼城 5比1 大丑奴 不过要先赚奴奴 就算 怎样都好 他怎样都有 有波进 巴克里 入了球 我觉得也挺漂亮的 打两摆 按远处 有些工价 还在 这里也要赚 杜古 杜古 在禁区里面 一个个两个 之后射了个远处 都是今周其中 我挺喜欢的 一个入球 这场球 曼城 5比1 就上了 去榜首 好了 一会儿再说 形势 这场球 没什么特别 但是 你见到 虽然曼城 踢完 欧洲中的欧联赛 是一对王马 这场球 你不见到球员里面 他有太多的疲态 但是 我觉得球员年龄偏大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没什么疲态 可能对着 盧顿 主场 盧顿的实力 大家都知道 有多少 亦都叫做 早早自己努顿 叫做 放了个老污 我觉得 那个老污 都很可憐 被哈兰特 散中了 散中了 之后弹入 如果散不中他 应该就不中龙 那头球 散到他的面 撞入 很早就失了一球 之后就 5比1 大炒了 接着说下一场 芯林 2比2 和狼队 狼队入球 不过 芯林 在主场气势底下 其实 应该 我看回 祥征华 应该是 始赢球的多个 狼队 可以和到球 这场球 没什么特别 说 但是 芯林 仍然有主场威力 我仍然 看好他 是不用降班 班尼茅夫 2比2 和了曼联 这场球 和得很可憐 因为 突然输了 12码 我觉得12码 也有点不值 其实 班尼茅夫 上半季主场 3比0 就赢了曼联 及 星期六晚 即是尾场 我自己看 都想着 班尼茅夫 应该 可能有机会 但又 被他 追和 但是 有几点呢 我想说 第一 就是 海龙 他相源 復出后 有一个状态 挺沉 他未入球之前 即是 上半季 即是 季中 海龙有一段时间 一直说 他不入球 然后有一段时间 入球 其实我也有说过 坦一格 都没有什么战术 帮助中锋 是有入球的 而且球员 不能组织到球 或者要通过 一些组织 简单来说 我从来都不知道 印联 看什么 进攻的战术套路 或者在海龙里面的角色 今场 波 搬套路 入球 其实旁边的就是海龙 我觉得那个位置是撞位 然后 尾段 我看到卡斯米奴 又杀了进禁区 又撞了 海龙身上 然后 到最后 那一分钟 最后一个攻势 海龙拿了个球 自己 打着打着又掉了 即是禁区顶 你看到 大家好像没有做球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战术是什么 可能就是他冲 他撞 季中有一段时间 他连入几球球 我都说了 全部都靠他自己拥 拼回来 都是一些禁区 突然间闪出来的机会 他可以把握到 那些就是他的质素了 但是 是不是长长球 都有这样的 突然间有个球 可以把握到 那 没有 不可以长长都是这样的 你一定有个战术 不可以为主的中锋去做 但是 这个是你 对球里面 其中一个攻击球员 你应该有一套战术去配合他 但我好像看不到他有什么战术 如果你问我 你没有他扭尼斯 夏安特 甚至 你讲乌健士 这些 讲前列的球队 甚至乎 热刺的孙卿卖尔 这些攻击球员 你是知道 大家 就是队友 有个套路 或者知道 应该怎么做 他有机会入球 你怎么组织 但我其实 我见曼联 就没有了 这个其实 曼联 这么贵 你防守 是否很差 我真的想跟他说 一句话 始终 没有什么 后防球员 伤到这样 你的默契不在 所以 我觉得 后防也不能 完全怪失 但是 进攻方面 我真的未见到 曼联 有任何进攻 这些组织 这些组织 可能是曼联 这些组织 这些组织 都不用想的 我又不觉得 他仍然很想 前世的了 而且还要电流 下第七位 可能前途都不保 接下来 看看下季 买些人 或者 订阅套路 如何用 现在你进攻 安东尼 你又不出去了 或者 有没有在后面的名单 这些组织 不知道有什么事 那 海龙 你又不知怎么用 你放了个冬锋 也不觉得有什么战术 华书福 也不知做什么 其实 已经是下半季 不是 整季 都不知华书福 是什么 所以 曼联 争上前六 不要说前四 争上前六 都开始有危机 好了 接着 就要说 礼拜日 礼拜日 三场球 三队主队 都失分 好了 先说 星期日投场 利物浦宁比一输 给水晶公 赛后 高普自己都大化雷霆 球队这样的表现 就不值得拿冠军 罗伯臣在访问也说 前线把握不到机会 后防也犯了错 令到 利物浦受到惩罚 防守真的很弱 那球球我自己觉得 可能只是 互级球队那种 防守表现 你看到 光纳迪突然 中了 水晶公球员 在禁区里面 插到进来之后 没有人跟进 很轻松地射入 但是 你没有球队当时 应该都不太害怕 因为时间上了 利物浦一向都是 最怕就是 你进了球 不怕 我反省 但是 上得山多 忠如苦 其实利物浦上集回顾 有说过 利物浦的把握力 是出现了问题的 其实已经受了两次的惩罚 包括 就是 和曼城那场球 和和曼联那场球 都是因为把握力问题 令到他拿不到三分 也算是和到球 但是这场球 在主场里面 真的反省不了 而根据统计 今季 利物浦在英超里面 miss big chance 是最多 是66次 第二位是曼城64次 斌福特60次 车路士57 扭卡数50次 利物浦是66次居首 是最多的 而 miss big chance 的球员 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 扭尼斯 miss big chance 是最多的 今届 更大 重大机会的 入球的转化率 其实只有20% 近三场赛事 利物浦都失分 和了曼城 和了曼联 跟着也都 输了给水晶公 其中一件事 我看到就是 今场球 不要说 我之前都赚了远藤雄 但是今场球 你看到 第一水晶公打三中坚 中场球员 两边翼卫多了人 而 利物浦就打两翼 助攻上去 几次都站在高位 令到很多时候 水晶公打反击的时候 只得远藤雄一个 做一个屏障 其实每一次的反击 都好像 过 一定要经过远藤雄 那样 就好像 你就过了 或者迫抢抢 所以 上半场 高普就早早都 下半场换了苏保斯里 出来 凭苏保斯里的活力 把马拉里士打 去打回防中坚 上半场的时候 你见到 利物浦的中场三个 中司 马拉里士打 阳塘雄 我只觉得 对着水晶公 这些球队 别人打三中坚 中场球员 人数比你多 中场球员的 肌肉力量 不够 简单说 在仔阵 就保护不了 一个 我觉得是老化了的防线 你不可以 下下叫云达 即是 下下去保位 特别是 你被人 打两边的时候 即是 两翼落底 你下下找中坚 下下去保位 你中间就会凶 这个就是 我想 战术上 水晶公的部署 有趣 当然 即使下半场 作出改善 但没办法 你把握不到 你也追和不到 失了三分 增灌形势 稍稍不乐观 一会儿 联赛榜 再说 好了 第二场 韦斯咸 0比2 输了 给富咸 主场 我自己没有看 所以也不特别太讲 不过我就是太精华了 两球球 第一球 韦斯咸中坚犯错 被佩尼拉 拿多个球 射入了 那球球是好球 第二球 伊和比赛 助攻给他 比0 韦斯咸是否整场球没得打呢 其中的把力差 应该早开纪录 那就是他 但是 安通尼奥那一架 我觉得也凶龙 抽射高了 如果他开纪录 情况可能不一样 莫尼斯都 一传都没 本来他差不多 缓约了 韦斯咸 都没跟他中约 有传 就会找摩尼奥 不知道是不是 我等 再有多次消息 再讨论一下 会不会是摩尼奥教 那升级日尾场 阿仙奥 另比2 就输了 给阿士东维拉 其实昨天 在我自己的 频道里面 的冰空光世界 也做了 阿仙奥 对阿士东维拉的回报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都说了 其中就是 下半场 体力大跌 你见到 如果你看到 数据 看得到 上半场 阿仙奥入球的 expectacle 有1.3 下半场 只有0.3 其中下半场 跑顿的数据 都跌了很多 我自己都指出了 例如夏威斯 迪勤卫斯 其实都不是正常 我们看开的阿仙奥 球员 可能真的 周中 对巴仁那场 消费实力太大了 另外就是 奥迪加特 我自己 下半场的时候 我已经点名 说了 为什么 跑动得这么慢 速率 为什么掉下来 整队 被阿士东维拉 押回来打 之后 阿迪特 都将奥迪加特 换走 其实我当时 就觉得 是体力不足的问题 后来 今早看了新闻 原来是伤了 后来我再看 记者会 原来 记者有问过 阿迪特 为什么要换走 阿迪特 阿迪特 就说 不会不行 因为他已经踢不到 他就没有说 他受不受伤 但他那句话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 他应该是伤了 有几次受伤 会否影响到 出不出到 周中 星期三 作下白人 未知 希望 都是小伤 因为 在场 在场中 我看的话 就看不出 他受伤 我心想 就不是大伤 但是 他跑得慢了 有很多位置 掌握不了 令到阿迪特 拉打一些反击 非常有威胁 令到迪廷卫斯 左撲 右撲 进攻 下半场也帮不了手 也是 惯常地 4月份 阿仙奴再度脱链 上季 第34周 跌出榜首 第34周 曼城坐榜首 现在再提到一周 33周 再被曼城坐榜首 会不会失落了 联赛冠军呢 其实 一一联赛榜再说 我自己再说 我自己 三头马居 现在的形势 再说回这场 阿迪特的排阵 用人 换人 其实我都觉得 都没有太多 可以换人 就算坊间 有些阿迪 就说 为什么用新增高 用新增高的战术 其实上半场 已经跟着 阿迪特的战术做了 他放了很多 破亚士东维拉 越围陷阱的波 给前线球员 去进攻 你看到夏威斯 起码有两脚 破了越围陷阱 就破得很漂亮 唯独把握不了 其实新增高的优缺点 和阿迪特方 他下来打正选 目的 都是 找个后场的球员 出球而破 阿士东维拉的越围陷阱 其实已经是做得 非常出色的 就算你说 出击维奥也好 我又不觉得 这场球里面 是有什么失球 是关于新增高的事 两球都不关他事 我今次听Ian White的节目 Ian White也说 失第一球球的时候 拜利的球球应该 对位的球员 就是马天仔 但是马天仔 就没有跟着 他也可能专注力 集中不了 那一刻 你应该 那段时间 一定是人盯人 站在拜利身边 但是 其实你见到拜利 是 马天仔走掉了 所以就形成了失球 所以如果你说 真的要怪 谁走失那球 其实你可能要怪 就是马天仔 但是 阿迪达 换入马天仔 本身就是对位拜利的 因为 如果你说 在左边的时候 你找托沙去守拜利 可能更差 但是 没想过了 这场球 就是换入来 马天仔走掉了 就是拜利 令到他1比0 之后 输2比0 其实我有少少怪路 为什么不刺下去 就是攻击球员 中场球员 如果你说后卫 你又说逆锋 就是逆锋 就是逆锋 其实那个球 应该刺下去 你因为 都百分钟了 打烧过打烧过 你比较好 就是输2比0 你没有机会 我比我 我宁愿躺下去 就是那个 你不躺下去 都拉一下沙 这个我就觉得 踢得比较斯文 这个我就自己扣扣地分 上半场进不了球 下半场 是否用来看准 看来不计 就换了 那就输0比2 好了 最后一场球 车路士主场 6比0 大嫂娜顿 之前有没有想过 车路士 前瞻回股都说过 车路士差不多 长军 都要塞两球 对着 就是钢班 胆 班尼 石非联 盧顿 都要塞 谁不知 今场球主场 威了 6比0 大嫂爱华顿 彭马 还要入四球球 即逊 那些大浪鬼 都要入一球 爱华顿 尾段 有些散散地 但是彭马 真的大爆发 天之娇子 上集前瞻 还是哪一回顾 我都说 今季最佳的收购 我还在想 是不是 彭马是第一 现在就不用说了 彭马真的是第一 你想想 如果车仔 不是买了彭马 今季他会排第几 以及他会踢什么球 你现在看到车仔 还有些希望 就是因为这个球员 他应该穿10号球衣 不应该穿20号球衣 真的很疯 赢到6比0 赢到6比0 我刚刚看完 就立即做节目 没有什么特别看得到的 想说 因为 外华顿都散了 车仔 因为这样 联赛榜 也都排上 上半板 去到第9位 打小两场 现在生日一场 也打小 有47分 还有些机会 能不能打回欧洲赛 贵尾 即是贵尾 赢到最终盏 看看会不会 可以赢到 曼城 过曼城那一关 好 好了 以场球不说太多了 直接说联赛榜 好了 今周联赛榜 榜首位置 又变化 前一周 就是阿斯利罗 再前一周 就是利物浦 变来变去 三头马车都坐过榜 别说笑 现在曼城32场 有73分 阿斯利罗71 利物浦71 三头马车的话 你问我 先不说利物浦 我先说我自己 阿斯利罗 你现在要曼城 失分 比阿斯利罗全胜 阿斯利罗全胜 都要看曼城面色 所以我自己觉得 冠军主动拳 一定在曼城 还有刚刚我看到新闻 都出了一个近六季 曼城的最后那六场球 除了有一季是全胜之外 其实也会有失分 但是平均是15.22分 就是说 阿斯利罗要全胜 接着才有机会 拿到冠军 就是超越曼城 但是也重要是曼城 会失分 15点几分 就是平均拿15点几分 在近六季里面 所以有六场球 曼城拿15点几分 我自己 是的 也挺有趣的 我想曼城球迷都没有想过 利物浦失分 也没有想过 连阿斯利罗失分 连续 连续 两队同一队失分 上一周 曼城还在想 又要对黄马 联赛也落后 第三位 还有两头马鞠 跟他逼 但是 一个星期之后 咦 又在冲三冠 好像 躺着 就是想 如何庆祝英超四年霸 很大机会 我自己都可以 不过 你真的要看 两队 例如阿仙奴 利物浦 两队球员 自己的心态 有没有决心去 有没有决心去 贏 我意思就是 你的心态在哪里 如果你觉得 剩下六场 你已经放弃的话 你就不要打了 如果你还没放弃的话 其实 你两分还可以咬住 我觉得 你看看 会不会 例如你曼城 将来都要做第二次 看看会不会有多少分 还有 曼城今年对 就是 前六球队 就是前六球队 暂时只赢过 阿仙奴 他没有其他球队 没赢过 你不用太 我又不觉得 曼城是真的 完全没有机会失分的 加上他将来欧联 再打上今周赛事 下周联赛 会不会有机会失分呢 不知道 你见到 欧战回来之后 是会难踢些的 是会难踢些的 接着说到其他联赛榜的形势 第四位 阿士东维拉 曼城 再打多一场 但就领先 二次三分 还有 得失球 有三球 得球优势 其实就 拿住了主动拳 不过 阿士东维 未来都还要对曼城 和利物浦 不过 二次都是 二次都要对前面的三队 柳加素 狠狠声上回来 第六位 压着曼联 曼联 曼联 大家同五十分 但 柳加素 得球 十七 你 负一球 没办法 韦斯涵 继续输 48分 排第八位 车路士上回来 31 有四十七分 有机会 你不要说 再赢多一场 可以上前七 把亚联拉回来 看看 车路士 两队都会难兄难弟 曼联车路士 都猜不到 八里顿 和波 44分 力手上半板 欧洲赛 没有去分 浪队 富咸 巴尼玛夫 水晶公 这几队 水晶公 还可以说 有少少护级压力 潘尼玛夫 富咸 狼队 这些 无欲无扣 上半板 又没有去分 浪级也没有去分 剩下几队 水晶公 33分 宾福特 32分 其实 浪级压力 也不太恶劣 爱华顿 和森林 爱华顿还在上数 暂时27分 领先 打多场 盧顿 2分 虽然刚好 大败了 被车路士 希望 事技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 他未来都要 最努力好 然后 森林 继续 憑着主场 继续有分 落袋 仍然一分 咬住 领先 盧顿 但也有少少危险 不过 森林 还有两队 我猜他应该得到分 最后 升班上来的三队 包美大班 盧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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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置右转 看看曼城会不会失分 阿迷也不用太转网 利迷也不用转网 曼城球迷也不用那么高兴 还有落长波 还有机会 改变保守形势 如果曼城真的这么厉害 早就不只是带来两分那么少 带来四五分 曼城今年的统治力也是弱了 看看他欧联打完 会不会有些跌架 今集就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